我先檢驗一下 接下來這一篇 這一篇與其說 也說是系統系的一個歷程 譬如說是 有點像我個人心中歷程的分享 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好了 這一張 請問你要怎麼修改這張簡報 直接舉手 他大概是一些數據表格 他是來分析 就是以上兩項的相關器 那相關係數如果是1的話 就完全正相關 因為他相關係數很像 所以他就要表達說這兩項是沒有關係 請問你要怎麼修改這張 直接把這張 直接把這張砍掉 因為沒有人看得到 因為沒有人看得到所以直接看 你只要講結論就好 這東西可能發講義給大家 好想法 先後面 局部放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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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放大也是個好想法 如果我要放大這張圖的話 一定是放大這個地方 這我最後係數計算出來的方式 所以我是覺得不錯 因為大家經過今天的課程以後 你可以快速藉由目的去篩選 你會採取什麼樣子的設計策略 那這個案例呢 是我來吐司之前自己做的東西 所以 你就會知道說 我其實是從這個地方出發的 其實和大家沒有差多少 對不對 但這四年到底經過什麼變化 就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 這跟我自己個人的個性有關 我自己是一個對邏輯的理性分析比較擅長 但對於什麼東西比較漂亮 比較缺乏感覺的一個人 在這種情況下 我要怎麼為自己設計一套 就是讓我這種人也可以進步美感的方法呢 我的策略大概是這樣子 有三個步驟 首先第一步 這個超重要 叫做同溫層 天天看見好設計 我為什麼順序是這樣 同溫層再到碎片收集 我去收集各種 我覺得漂亮的元素 最後再組起來 為什麼會是設計成這個樣子呢 這因為啊 一開始 因為我對美感沒什麼概念 所以我只好用 看別人怎麼做 我就跟著怎麼做 那如果一開始就去收集的話 一定會收集要一堆長輩賭 對不對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教你的爸爸 你一開始叫他提成美感 去收集好東西的話 他很快就收集一堆蓮花佛煮 什麼等等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同溫層為什麼 要還在地下 我給各位的講義啊 剛剛請各位按讚那幾個 那只是本專按讚 相關的社團還有人物追蹤 我希望各位花一點時間 全部去把按以便讚 這一部最困難的就是 一開始要把所有的讚點過 社團加入過 社為最愛社團等等 再來 因為這些人 我推薦給你的都是 他一直發表 我覺得還不錯的作品 以及有的 甚至會解說一下 他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比如說你追蹤的人物 什麼許漢文啊 他幾個都是文字的設計師 他都很樂於就是跟大家分享 他的設計影片 這東西你把它放在你的Facebook 覆下看就 我就喜歡這樣子 先做一部很難的 再來我每天只要划Facebook 我就很像泡在一個同溫層裡面 慢慢的我的 我看東西 比如說這東西 他是不漂亮的 我瞬間就會有所警覺 因為他跟我平常熟悉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是用這種方法去慢慢 養你的同溫層起來 然後再下一步是 有關碎片收集 你覺得你大概看到一定的事物 你對什麼東西是漂亮的 什麼東西不漂亮 大概有一個初步的感覺就好 初步就好 這時候你就可以 出去收集你屬於你的素材了 最後 你把這些收集的素材拼裝起來 直接拼成你的簡報 這時候你的簡報 因為你前面的步驟有做到 你很容易直接做出 一個很好的東西 這個原理聽起來超簡單 就是 找好東西 然後收集 再把它組裝起來 這應該是 不用墊進去任何的美感 就可以做到 但它好處是什麼呢 它是 有系統在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做過以後 接下來你就 慢慢躺著滑 Facebook 你就會自動變強 再來順便收集 我待會也會分享一個方法 你讓這些 好的設計素材 直接 寄到你這邊來 你只要按一個按鍵 就可以把它收集起來 超方便 因為我很爛 所以我會發展出這種系統 最好你要做簡報的時候 把它拿出來拼 原理很簡單 但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怎麼做的 這才有用 直接抄我的方法 這樣最方便 我已經研發它大概 我從去年的八月 左右開始實行這個方法 到現在也有 剛好就八月 所以 從剛剛這一張 一直到今天 給各位的範例 我覺得應該是有些進步 在八個月的期間內 所以說 我們來介紹一下 同分成這個怎麼做 就會把那個全部按讚 接下來 我要示範這一題 在你的Facebook上 有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當然建議加入的社團 最重要的是自嗨 自嗨裡面 正本來是討論文字的設計 結果現在一大堆裡面的設計師 都進駐在裡面 所以裡面的討論質量 可以說是非常高 有兩種我們會出現在裡面 第一個 一張圖 這字好漂亮 請問是誰 這時候馬上就有一堆牆 在來回答 這是什麼字 你覺得喜歡的話 就把那個字型收集起來 不要公開用 自己用 那第二種文就是 他報了一張報酬 報酬長輩圖 然後邀請大家一起來便室他 這大概是這個社團 有兩類主要的討論質 這樣子 這個社團強烈推薦 各位一定要加 這裡有一個想跟各位分享 是這一個 戲劇 很少人會注意到這個功能 但這個功能超好用 按一下這個戲劇 我剛剛點到其他東西 我點到我們社團那邊 然後再點一次喔 興趣 這個興趣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興趣就是 動態時報塗鴉牆的意思 你建立一個新名單 假如我建立一個比賽 按下去 這裡出來的 就是我把那幾個 我按讚的 追蹤的人 全部加到這個名單裡 這個塗鴉牆就會出來 全部都是他們的東西 你每天只要 大概滑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塗鴉牆 這個興趣的塗鴉牆 把別人PO的 好的東西 大概看一看 你就可以比較快去 GET說 別人做過哪些好的東西 不用在你自己的塗鴉牆裡 有一堆 你室友的廢文 一直在打擾 你就不會喔 把它加到興趣 出來的就直接 每一個都是漂亮的貼文 這可以 非常方便的 讓你就是享受 在通文層裡面 游泳的感覺 OK 然後再來 一樣請看就是 剛剛按讚的講義的下一頁 有關碎片化的收集 那個要怎麼收集呢 比如說 我在前面 同文層這裡 有一個是email訂閱對不對 email的訂閱裡 它就會固定送 好看的東西 我認為好看的 所以我就訂閱 它會自動送過來 那這些就成為我的素材 這個時候 在你有了一定的美感以後 一定的感覺以後 素材的收集對你來說 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我是怎麼收集的呢 基本上我用的就是 Pinterest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覺得很好 大家強烈建議去註冊一個 除了註冊Pinterest以外 也強烈建議你去 這裡啊 Google Chrome 有一個Pinterest的 Pinit的套件 這個東西超好用的 我再介紹一下為什麼 這個Pinterest 是一個你可以 就是無線收集邊 透過圖片的一個地方 但其他你有follow的設計師 他就直接破在你的牆上 因為他們都是設計師 所以就每一個都是超猛 你在屬於你自己的這個頁面啊 你會創 我會創建幾個不同的組合 我把我自己選的組合 放在講義面 我其實還蠻建議大家 直接follow我的這一套 它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 我的組合是 簡報模板 排版 就我認為好的模板排版 圖表 動畫 顏色 以及這個item 跟其他一些東西 我會分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 這幾個東西是不同 但是獨立的設計元素 這意思就好像說 你的同意片裡要有排版 你要有圖表 到時候你要用的時候 你可以排版抓一個 圖表抓一個 直接把它組在一起 這很有利於 最後那一部拼裝車的動作 你如果一開始在這裡分類的時候 你是分成什麼 日式設計啊 美式設計 黑色白色或者是 好 不怎麼好 很爛 或者是超好 然後你鎖片 你就這樣一增上去的話 你到時候要在組合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上次有一個 你印象中有一個很好的東西 但你忘記放在哪裡 所以我這種 就是 最後那一部拼裝車的時候 假如說 你有一份 同意片 你是要做綠色的 馬上去你的 顏色的收集板裡面 抓一個漂亮的綠色出來 假如說 這個好了 要這系列的顏色 綠色的抓出來 有顏色了 在排版 某個模式 抓出來 要用圖表 直接從你圖表的收集欄 抓一個圖表出來 把這些東西快速的組合在 在一起 他們就會很快變成一個 可用的簡報 而不會說 你想做一個日式的風格 那你日式設計的這個收集欄裡面 哇 裡面通常是沒有圖表的 這時候你要做圖表的時候 就要另外一張 我這才有分類的方式 是依照設計元素去分的 你最後再拼起來那一刻 你用這種方式去分 可以拼得很快 而且彼此 通常不會互相衝突 比如說 顏色和你圖表長什麼樣子 圖表有什麼顏色幾乎都是可以的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要示範說 你創造好這些收集箱以後 比如說 有創這個顏色的 接下來我遇到可愛的顏色 我會怎麼收集呢 比方說我逛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設計師他的設計 這個東西超屌的啊 這個東西怎麼有點視乘相似啊 剛剛是不是在一個73%跟50%那邊出現過 我不是神啊 不是天上就是突然想到說 啊我覺得要做那個人 其實大家會想到我覺得超屌的 都是別人做過 哪來 哪來用在不同的地方上 剛說的靈感就是這一圈 你就知道為什麼今天要 搬自己家的投影機出來 因為如果是那個投影機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就有空到 這個圈啊 網路程度上我把它應用在 圓形圖 圓餅圖上面 就可以做到替代的作用 即便它這裡並不是一個圓餅 所以這些不同的設計元素 你可以把它交到組合 所以這一系列它的顏色就是 很明顯是 然後黃色跟灰色白色的組合 它有很多種 你覺得你喜歡它這個顏色的話 你剛剛安倉的那個耗鍵對不對 把它點開 我稍微炒一下 這裡怎麼太好 來我換一個例子 假如說剛剛的信箱裡面 Collect UI是我剛剛推薦各位 就是訂閱它的其中一個 來支團 假如說我很喜歡 假如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我點一下它就會幫我跳到那個頁面去 OK 這時候 它那個空套鍵啊 就在 你箭頭移到左上角的時候 會有個pinting 這個時候按一下 你就會快速把它丟到你前面 所新增的那幾個board裡面 你喜歡的話就按一下 你用這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動作 就可以快速的收集各種東西 喜歡的圖片 直接pink就對了 你不用想太多 遇到喜歡的直接pink 根據你原先的那些分類 久了以後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在累積的時候啊 慢慢 其實我從一天到現在 可以累積了29個pinting 我喜歡的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無形中 形塑你的風格 因為被你篩選過 你覺得漂亮才會pink進來 所以這裡的東西 某某程度上 應該是會有點類似 這個時候最好你要拼裝上路的時候 你就跟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你要表達一個日曆的東西 直接從這邊抓進來 雖然它是紫色的 但我可以從顏色這邊選擇我喜歡的顏色 直接套過去 你可以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之間轉換 今天假如說 一樣你就不會被這個設計品鎖死 你要這種排版方式 排在手機上面 但你想換另外一個漂亮的顏色 你要從這裡抓排版 從這邊抓顏色 把它組在一起 你就可以瞬間做出一個 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又很好的一個東西 那這一套流程基本上 就是我用來不斷 一點一滴累積美感的一個方式 好的東西我看多了 就會無形中把它的東西 化用在我自己的通螢片裡面 但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需要一點時間去累積 不過從開始做到現在也才八個月令 這時間速度應該大快還會滿意啊 這是我最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觀念 OK 所以說 這一個啊 最後拼裝之後那個動作其實最重要的 你說這邊 這地方訓練你的美感 到你把你的元素收集在一起以後 最後這個動作 就大概我覺得 你有需要做簡報照再去做 這時候你會發現 欸超快的 你前面已經收集了一堆素材 一來一來的 你從裡面挑你喜歡 直接挑出來做 會比 就是你依靠靈感來的更快 因為靈感都假的啊 靈感這個東西有個特性 你要它的時候它就不會來 所以你 一開始 你覺得有東西漂亮的時候 你就把它收起來 那你要用的時候 你自然隨時就可以把它掏出來 所以就是用這個方式 不僅是一個系統性的收集 在這一方面 也可以加速你簡報的製作 因為你不用去 依靠 你天外飛來靈感這個樣子 欸靈感這個 這個靈感還是好 對你自己覺得好 才會選擇感 OK 那在拼裝起來以後 有一個東西我希望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 因為這些東西啊 是源自於其他人的設計 所以到時候聽起來 你就是盡量不要公開發表 比如說 你貼在自己的Facebook 幫自己洗人器 哇我做得好漂亮 等等 還是建議私用就好了 除非是你完全原創的 不然 就從別的地方收集來的 你再拿去洗人器 是蠻不道德的一個動作 對 這點就比較希望大家注意這一點 OK 那你做好以後 大家去問別人 怎麼樣 別人的意見怎麼樣 因為你前面已經知道說 哪一些人是做得好的 去問他們 去問他們 去問你們粉絲團問 你就會得到很好的意見 比起 問你的室友 可能應該來得更有效 OK 好 接下來 今天的內容 大概就到這裡為止 接下來 我想請 即分手稍微 計算一下分數 同時我也回顧一下 今天的SGD 我們今天的核心 其實就是在做 有效資訊的提升 這是我們的核心策略 在這個地方 我把有效資訊提升以後 就是資訊上升 那雜訊 又下降 那在我們今天的三天內容裡面 心法就是講前面這件事情 那方法這邊呢 我們就談了素材怎麼處理 我們在拆分的建樹建林的問題上 做了比較多的著墨 意思就是 建樹建林是兩件事 建樹一件事 建林又是另一件事 不同的目的分別滿足 這才是這一類的方法 該做的設計 那在視覺化我們這個重頭器裡面 我們談到說 大小 位置 現在要這樣的操作 如何讓你非常快的 處理紋飾 以及調裂式 那一旦 你真的逼不得已 要贏的時候 你要對什麼東西用 就是講著重點 跟觀眾 網店的一些交集 在最後這個bonus 這一邊我大概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這八個月來 我是怎麼 慢慢修改自己的方法 那從這個方法 從慢慢護益 這大概就是我今天 實力想跟大家談的一些事情 好 所以各位積分手 準備好了嗎 現在積分最高的小組 他可以拿到我這裡面 準備好的東西 這裡面的東西 總價值大概 應該在三四百塊左右 好 好 我先稍微調查一下 你們這組的分數 有超過四十分的舉手 嗯 計分手代表舉手 我看 恭喜你們 大家給他三分 還有嗎 還有嗎 喔對喔 就是計分手啊 就是 怎麼說 你們課前的那一個活動 你每天的一個 你取就是 因為有些組有四個人 來各位聽一下 各位稍微聽一下 就是 那一個活動是要獎勵 找到的人 越找到應該越有時間 玩這些格子 每一格 可以為你那一組 加零點五分 取前三高的人 因為有些組第四人嘛 就如果 最後一個人 分數比較少 就捨不得 因為大部分的人 是三組 OK 把這些格子 一格零點五分 加回去 待會我再來調查一下 各位 計分員的分數 等於是 又把這些格子 都要調查一下 一路 你會從來 不去 一路 這間很大 一路 比較好 對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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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裡面 他有哪一組積分手是還沒有算完的嗎 還沒算完的舉個手 OK好都算完了 請問大家超過40分的組別 有嗎加了自己穿的應該會有比較多 OK那45分的 超過45分 剩兩組了 直接幫我分數兩組前面 48.5 那後面TERRY這邊 70 各位 這是一個M型化的社會 那我們請TERRY這一組初練 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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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背都這麼低 我身上背都這麼低 這邊是什麼呢 可以幫我開一個額照嗎 好 這邊是 一人一百塊的領券 哇 怎麼轉出來 這個怎麼轉呢 一人那... 是 你說